各位長者或者加油長者的朋友請留意 社會福利署有重大的利好消息宣佈 就是由2022年9月1日開始合併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措施 包括或一採用較為寬鬆的資產上限 大約有5萬的長者由9月1日開始 直接每月就能夠拿多995元 即是或一領取3915元 另外準備申請的老友記入息和資產 亦都放寬了 是不是更大的好消息呢? 喝得杯落了 究竟合併前和合併後的區別在哪裡呢? 現在拿著生活津貼的老友記 又需不需要重申申請呢? 想申請的老友記又要符合四大的資格 那怎樣申請呢? 更加重要的是 在短篇的最後 我會為大家拆解入息和資產 哪些計 哪些不計 以及如果資產超過限額 但是呢 又可以自製長量的同事 又可以合法領取津貼 被缺是什麼?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看到短篇的最後 行過路過 不要錯過 大家好 我是左惠熊 我在公屋區 從事地區服務有20年 我希望透過這個頻道 和大家分享 有關香港公屋政策 個案以及政府 最新的資訊 如果你對這個頻道 感到興趣 請你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 也都歡迎你 留言 分享 和讚好 在這個計劃合併前 長者的公共福利金 可以分為三種 第一種 是不需要入息及資產審查的 高齡津貼 即是俗稱的 生果金 第二種 是普通長者生活津貼 年滿65歲或以上 夫婦長者的資產 上限就是 568,000 入息的上限 15810 而單身的長者 資產的上限就是 374,000元 入息的上限 10430元 符合入息及資產行額 每個月就可以領取 2,920元 再看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 同樣都是需要 年滿65歲或以上 單身的長者 資產部分 是不可以超過 163,000 入息不可以超過 10430元 至於夫婦長者 兩個人的資產 就不可以多過 247,000 入息就要多於 15810元 以上的資格 每個月同樣 都是領取 3915元 大家聽到那麼多數字 是不是覺得很亂 不要緊 因為這些數據已經過時了 只要記住 下面的 入息資產行額就足夠了 9月1日合併之後 不斷的是 申請資格的要求 包括要年滿65歲或以上 香港居民 居住在香港 最少7年 以及申請之前 離開香港 不多於56日 又要符合入息及 資產行額 縱使符合多種 公共的福利金 也都只能夠申請 一種 變的 就是入息 和資產行額的規定 社會福利署 或一採用普通津貼的 較為寬鬆資產上限 單身的資產 不可以多過 374,000 入息 不可以多過 10430元 如果是夫婦的長者 夫婦的資產 不可以多過 568,000元 入息 不可以多過 15810元 他們一路都會發放 高額的津貼 即是每個月 是 3915元 至於參加廣東和福建計劃 都是同樣適用的 如果未有領取任何津貼的申請人 是可以親身或是由親友代辦 去區域裡面的社會福利署 辦事署 或者是用電話 傳真 電郵 網上的表格 或者遊递的方式 去提出申請 又或者由政府部門 或者是其他的非政府機構 做轉嫁 亦都可以 正在領取普通津貼 即是每個月 是拿著2920元的老友 需不需要 重新提交申請 是不需要的 即是甚麼都不用做 自動由9月1日開始 就是獲法 3915元 預計 亦都會有5萬的長者 自動受惠 很多老友記 他就問 到底入息和資產 是怎樣計算的 我們就會分為 要計 和不用計 要計的入息 包括工資 手工業 又或者是生意上的入息 這個是包括了 薪金 工資 每個月收到的佣金 或者獎金 以及 由自顧所得的每個月的入息 退休金又要計 長逢又要計 有收租的收益又要計 以及 在年金計劃獲得的固定年金 都要計 至於不計的入息 包括了 家庭成員 或者親友的 金錢援助 在逆按鐵計劃 每個月所獲得的款項 都是不計為入息的 但是有關的款項 如果沒有用到 累積為儲蓄 或者是現金部分 就會當作資產計算 資產 包括什麼 包括土地 非自住的物業 隔萬的現金 銀行的儲蓄 在這裡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一共有五個銀行戶口 那麼五個銀行戶口 都要職業打保 之後做申保 銀行的聯名戶口資產 就計一半 股票 債券 基金 獨資 合夥經營的權益 以及 強積金 金幣 金條 金波 商業的車輛 例如的士 公共小巴的營運牌照 都要計算入資產 還有 如果在內地 或者海外 有物業 或者是資產 都要做申保 雖然 政府可能比較難查得到 但是如果收到有人舉報 社會福利署 都是有機會 作出調查 檢控 輕則發展 重則 都有判鑑的風險 不計的資產 又有些什麼 包括 自住的物業 不計 自用的車位 不計 將來 用作自用的 骨灰鎮位 和保險計劃的 年金價值 都不計 投保到 香港年金計劃的 金額 亦都不計為資產 不過 如果退出年金計劃 獲法還的 退保金額 就要納入資產計算 再補充一下 物業包括了 香港和 香港以外地方的土地 以及 任何用途的 房產物業 車位等等 而當中 只有一項 作為香港 主要居所的 住宅物業 以及 自用車位 才會是 時作自住的物業 可以豁免計算為資產 例如 一間價值1000萬的 自住物業 它是可以獲得 豁免計算為資產的 至於其他 由申請人 或者是它的配偶 或者是同居人士 分別或者是 共同擁有 或者是跟其他人 一起擁有的 房產物業 車位 都會時作為 非自住物業 要計算為資產的 強積金計劃 或者是其他 退休計劃的 保障權益 就算你 夠65歲 未拿出來的話 都是要計算為資產的 而如果 申請人的配偶 他未夠65歲 他的強積金 就可以獲得 豁免計算 而每個月作出的 強積金工款 亦都可以獲得 豁免計算入息 在香港 有很多老友的 夠65歲 都還是繼續上班 做到老 活到老 熬到老 有時間賺錢 沒時間花錢 甚至 永不言憂 就做死罷就 結果一個不小心 積蓄多了一點 資產就超額了 我在社區的工作 亦都遇到不少的 這類個案 想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就急急將資產 轉業 阻給子女 等於子女一個不小心 就幫老友 洗完 另外 我都接觸過一位長者 以為自己有層樓 以為有物業 就不符合資格 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於是將自己的居屋單位 給了子女 結果賠了層樓 遊節兵 子女的便面 比四川便面 還要快 老友記 不僅沒了層樓 還沒了子女的關心 真是人間悲哥 更有老友記 因為聽訊街外人說 就過入了理財的陷阱 這些例子 真是多於天上繁星 所謂明天會更好 今天就過不了 好像這類資產和入息超額 怎能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怎能保住資產 又能自製償糧 以下就開始為大家 一一拆解 大家記不記得 剛才提到 自住的物業和車位 都可以獲得豁免計算為資產 如果自己有層樓 其他的資產總值和入息 都沒有超過限額的話 是可以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就不用將層樓轉移給子女 如果長者生活津貼不夠用 亦都可以將層樓 做液按揭計劃 在液按揭計劃之下 每個月所獲得的款項 都可以豁免計算為入息 又如果 手頭上有8、90萬的現金 想申請長者生活津貼 之前政府也推出過年金計劃 投保去年金入面的金額 在申請長者生活津貼的時候 投保金額都可以獲得 豁免計算為資產 例如 你一不過買60萬的年金 就可以豁免計算60萬的資產 那什麼是年金 簡單來說 香港年金計劃 是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造成保 在你繳付整筆的保費之後 它就會向你提供穩定 和保證的每月年金金額 那到底怎樣計算年金 舉個例子 我們去到年金計算機看看 假如單身的何先生 他有90萬的現金 今年就65歲 投保60萬去香港年金 我們看到 每個月就會有 3480元的固定年金 再看看下面的資料 75歲就回本 75歲之後 每個月收到的年金 都是賺的 因為投保年金的金額 不計算入資產 剩下30萬的何先生 就符合 長者生活津貼的 資產限額 那真是不計就不知道 計到75歲 每個月都可以領取 3915元 每年代落袋 就是 46980元 15年 就可以內到 70478元 每個月 長者生活津貼 就有 3915元 再加上每個月的 固定年金 3480元 加起來 每個月就有 7395元 不過 真是磨骨兩頭來 買不買得過 自己都可以計算過 度過 先做選擇決定 總括而言 政府這次 是較為寬鬆的安排 正好給政府 多項支援安老 和退休保障計劃的措施 和理財產品 發揮一個 協同效應 給長者可以 善用資產之餘 亦都能夠 安心收錢 現在有超過 64萬的長者 正在領取 長者生活津貼 佔了65歲以上的人口 超過四成 長者生活津貼 由2013年推出 至到現在 都不斷改善 今次的合併 簡單 二明 比長者 保留了更加多的資產 或一領取 高額津貼 落實行政長官 在選舉政綱 提到 提升 退休保障的措施 補助有經濟需要的 長者的 生活開支 希望是真正做到 年紀大就得到 更好的照顧 老友基好一點 年輕都開心一點 兩代人 錢銀都鬆動一點 關係就自然好一點 各位 我會繼續為大家 分享更加多 公屋的政策 公案和資訊 我亦開設了 YouTube IG 抖音 快手的帳號 請大家 繼續為頻道 點贊 訂閱 和分享 我是左匯學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見 按照 按照 按照